习近平主席指出 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 让文明交流互建成为增进各国人民有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十年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 中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共建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着眼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等国际场合 深刻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 到亲自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习近平主席一次次向世界阐述文明交流互建的意义 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青花慈悲茉莫莉花茶 马尔他圣玛格丽特中学的中国角 同学们在漆茶和品鉴中体验中国茶道 这一小小中国角已成为当地学生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创判者阿佐帕迪老师去年代表师生们给习近平主席写信 他引用礼记中圣人奈以天下为一家 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 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非常有智慧 面对文化差异时我们应该去搭建桥梁而不是筑墙 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 我们应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的愿景和目标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 穿越千年的云钢石窟 多元艺术元素交融 见证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建 因互建而发展 中方鲜明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 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建 对话 包容强调文明交流互建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柬埔寨 捡王宫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正在进行 这是继周萨神庙和茶交寺后 中国原柬埔寨文物保护修复的第三期工程 从乌兹别克斯坦 西瓦古城的保护修复 到中沙中老等联合考古 近年来 中国的文物工作者不断用匠心巧手 全是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我们的合作 首先先是去真诚的了解和尊重 同时在共同发展传承他们的文明 这种交融的过程中 我们跟这个世界各地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从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到组建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美术馆联盟 从搭建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合作网络 到推动青年智库政党媒体对话交流 中国不断拉紧民心相亲的纽带 与世界共同描绘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 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今年二月 由中国与希腊共同筹建的 中西文明互建中心正式成立 两大文明交相辉映 树立文明互建的典范 每个文明就像另一个文明的一面镜子 中西两大古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建 将大大增进民众的理解与信任 文明只有岔子烟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面对文明冲突论 种族优越论等论调 中国明确倡导 尊重彼此历史国情和发展道路 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建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世界不会忘记 2022年北京的夜空 盛大的焰火在鸟巢上空 绽放出象征团结的奥运五环 和天下一家字样 这是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 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 民心相通新局面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 岔子烟红 生机盎然 共同体理念的 币国家证团教育 午後